上一集講到不同的手錶有不同的方法去表達不同的時區 講的時間有拿過這隻JLC出來講 這隻142.8.29 Master Geo 講的時間有些朋友輕輕戴過這隻手錶 但有些朋友好像看到一件寶物一樣 希望我多講一些 其實不同的手錶當然有不同的背景 但有時候只講數據或上網上的東西 我都可以這樣做,但有時候覺得太悶了 因此要給我一點時間 消化一下想怎樣有一個主題去講 就好像系統化好一點,而且大家沒有那麼悶 JLC的手錶因此我都想了幾天,究竟說什麼好 除了只講這隻手錶,用什麼機身,幾大隻之外 如果有些主題去探索這隻手錶或牌子 當然是好 因此遲了幾天都沒有出片 想想想JLC最灑階是什麼 當然JLC本身 也不可以說是一個手錶牌子這麼簡單 我認為它根本是一間機身廠 只不過它也有一個牌子 出了一隻手錶 原則上或邏輯上,我認為它更像一間代工廠 JLC這隻142.8.29 這隻大家很喜歡的手錶 其實喜歡它,除了它的功能 還有香港、世界時間等等之外 很多人都很喜歡這個 好像人臉、小丑臉 或者不同的說法的這支錶 有些朋友說設計得很漂亮 但亦都可以說它是必須要這樣設計 因為它的機身,例如JLC939 它的佈局必須這樣 因此有Power Reserve 有日期在這裡 是它的機身格局限死了它的樣子 因此這個樣子,如果大家深水清 是AP的一些鵝彈 千禧系列裡面會有 或者剛斯丹頓、VC、OVERC 大家很喜歡的舉例47450等等 亦都是這樣 有粒滴在這裡,要來教時間 這個不是粒滴,而是毒孔 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這個JLC機身就是這樣 因此無毒有偶 你叫它坐有座續也好 或者必須這樣做也好 樣子就必須這樣 這隻錶是38mm 適合現在很多人喜歡的尺寸 有些朋友就不喜歡太大隻 有些朋友也不喜歡太小隻 38mm就非常之好 19mm配16mm這個扣 大小就不算撩囊 配大力也不困難 配上標底一個 寫著1000小時的控制 或者1000小時的出廠設定監控品質 令大家好像很有信心 講這支錶的時間 必須要講講關於自家機身 亦都是這支手錶帶出的主題 以我所知我沒有數據在手 亦不能100%確定 但以我玩錶這麼久 我未見過JLC手錶 並不是用自己的機身 這件事如果有例外 有些朋友知道的話 不妨留言告訴我 但我從未見過 JLC又不是用自己機身手錶 因此這件事比較特別 為甚麼呢? 因為它本身是一間錶廠 其實自家機身這件事 在二十多年前 其實沒有什麼人說 亦都沒有什麼人照顧 在古董手錶裏面 沒有人會理會你用是否In-House Movement 例如PP很多拍賣到黏線的錶 其實都是用舉例Lamaria的機身 大家最喜歡的努力士 Poliuman Whatever 6263、6265等等 無數這麼多隻拍賣過 其實都是用Wildju72 即現稱ETA錶廠裏面的Wildju機身 亦都不是自家機身 成為世界最貴的Buildju 其實二十多三十年前 就沒有人在意 剛斯丹頓繼續用JLC AP繼續用JLC PP繼續用JLC 甚至沒有人會理會 但其實為何自家機身 這麼多人突然之間要說 要做呢? 當然要多謝有間廠叫做Swatch 即集團叫Swatch 買了ETA機身 ETA本身已經是融合了很多牌子 很多間廠的一間廠才叫做ETA 還要融合之後被它買了 亦都本身大家很出名知道的 油絲廠 Nivrox都是它買了 德文唸得不好 不要介意 另外亦都買了Lamaria 即是寶基 因為當時被報警買了 亦都買了FP 即是Manufactured Bomb Plan 因此就好像全部廠給它買了 令到大家很驚慌 亦都宣佈ETA慢慢不供應給其他廠 令到所有牌子 包括努力士都嚇到被那裡沒用 因此 有些朋友就問 跟努力士有甚麼事 努力士都是大量使用ETA 有些朋友說不是 自家機身 他有一條很大的Lamaria叫Dilta 當然是用極多的ETA Dilta的銷售量 亦都比很多大牌子還要多很多 因此被那裡侮辱 包括努力士 亦都有不同的品牌廠 又或者不同的集團 因此令到每個集團都加把勁 快買 買回一兩間有能力做機身的牌子 例如Richmond有JLC 有伯爵 亦都有其他可以做到機身 朗格等等 那些是不關事的 朗格那些 自己做機身 他不是要來做通用機身 但伯爵會 JLC亦都會 開運集團必須有GP LV必須有真力士 亦都叫UBO快點買多一間標廠 讓他有自家機身 努力士當然要立即 Dilta做自家機身 歸零等等做B01 要說的是無數例子 亦都不能否認 Swatch令到世界進步 Swatch買了機身廠 令到世界驚慌 這樣才興起 要搞自家機身 搞自家機身 當然要說到自家機身很貴 很正 很值得買 如果不然 怎樣去遮蓋他開這間廠 所投資的很多固定成本 因此就是市場上 我認為是一種吹捧 但我認為買標當然自家機身 好 不是自家機身 亦都不一定是死聚 有時開放少少的態度 買一個呢 因為一隻標令到你喜歡 所以不一定是機身 有時的樣子 特別的數字 特別的顏色 特別的鏈帶 特別的標殼 標的擺位 全部都可以值得來購買 機身是其中一樣 但不要令到他成為你 買不買的唯一選擇 就等於 玩標 譬如可以玩努力士 絕對沒有問題 但不要成為 努力士成為你玩標的唯一選擇 就可以了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我自己認為 玩標可以玩努力士 亦都可以玩努力士意外的東西 更加好 買標可以買自家機身 甚麼機身都買 有時亦都更加好 今天跟大家說 這隻雖然是自家機身 但也要說少少 關於不是自家機身的東西 這隻JLC142.8.29 有些朋友忘記了說一句 這些號碼 JLC有兩組 有時QXXX 有時有142.XXX 非常困擾 有時搞亂 最好打其中一組數字 上網找回其中一組對應的數字 從而用這兩組數字 再搜尋資料 可能會見到更多 今天跟大家說這隻世界時間 多謝各位